2013年 五名男子冒充军官 闯进山东警局 还称携带中央密令 那这五名假军官究竟想干嘛 最后又是如何被拆穿的 2013年11月5日清晨 山东省苍山市兰陵县分局 突然闯进两辆黑色轿车 上面下来了五名军人 这五名军人分别是一名大校 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和两名中尉 阵容堪称豪华 当时守门的警卫员一看差点被吓死 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 校官这么大的干部 这五名军人熊啾啾气昂昂地闯进警局 刚进门就要见公安局的 蔡淳良局长和政委 他们静止走到了政委办公室 办公室的民警问他们 来这里有什么事 那名上校却表示 要让其他人全部回避 指负政委和局长 传达北京中央的命令 随后更是夸张地喊道 对此 值班的民警表示 自己要查看他们的证件 但几名军人却表示 你们是什么级别 没资格查看我们的证件 甚至 这五人还表示 看我们证件可以 你们得先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这几名民警都傻了 我们几个身穿警服 在公安局工作 难道我们能是假的 但这几名民警还是照做了 在这之后 这个上校也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民警当想仔细看 上校却把证件紧紧握在了手中 只肯自己拿着给民警看 随后 民警准备对几人和证件进行拍照 但边上的人立刻就喊道 知道房没房吗 几人又争吵了起来 这让这名民警瞬间产生了怀疑 这证件上连名字和军衔都没有 甚至还是手写的 随后 这名上校又询问蔡局长去哪了 民警回答 蔡局长出去陪领导视察工作了 这名上校瞬间火了 装模作样的打起了电话 趁着电话还没接通 他还询问民警 趁着这段时间 有民警开始对这伙军人 偷偷调查起来 他们发现 这伙人的车并不是部队专车 而是两辆没有拍照的轿车 一辆奥迪Q7 一辆别克轿车 车上还有一达过路费的收据 军车居然不挂军用牌 还缴纳过路费 这也让民警都傻了眼 除此之外 户备箱里有一袋橘子 一袋旺旺雪饼 还有大量的管制刀具 以及各种军装上的假简章 这下民警彻底坐实了 这群人就是一群假军人 但政委却让他们不要声张 继续陪他们表演 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货子 2013年11月5日 五个军人乘坐专车 来到了兰陵县公安局 手持中央密令 试图提走犯人 但这伙军人破绽百出 证件都是手写的 尽管嗓门不小 气场也不错 但民警还是在车上发现了猫腻 那对此警方是如何应对呢 不过民警没有直接拆穿他们 而是决定配合他们继续表演 看看能不能挖出更大的鱼 与此同时 民警也联系了北京方面 让他们去调查 是否有这群假军人证件上 写的这个单位 简子 等不及的上校 再次给首长拨打了电话 随后 上校让政委过去听电话 并且命令他不许开面题 在政委和首长一番交涉后 南宁县公安局政委决定 请他们到招待室坐坐 好方便一网打尽 但首长要求 让他们去大门口车边等待 民警一听 这不是要跑吗 那肯定不可能 于是坚持让他们到招待室 而首长也拗不过政委 最终同意了 让他们去招待室 这就证明 这名首长的戏 已经演不出来了 这场民警临时加戏 直接让这群人CPU全烧了 接下来的节奏 就完全由民警掌控了 在前往招待室的路上 那名上校忽然要往门口跑 还是被众人按了回来 请进了招待室 随后 之前一言不发的沉稳大笑 也给首长打去的求救电话 不知道电话那边的首长 能不能听懂他们的求救 是不是 嗯 现在 他们 不允许我们到我们车边前 现在把我们全部 支撂到这个 今天是 他们不为什么 他们很强硬 我们要往我们下手 他们强硬了打我们 剑西要演不下去了 这名上校终于松了口 于是 一名民警回复道 然而 如果真有密令 也肯定是层层传达 不会像他们这样 直接登门拜访 就在这时 北京方面也给了 兰陵县公安局回复 这几个人的军衔都是假的 部队查无此人 也没有这个机关 于是 待命已久的特警一拥而上 先是抓获了车里的司机 然后将这些假军人尽数逮捕 那么 这些假军人演技如此高超 在这之前他们是不是已经行骗过多次呢 2013年11月5日 一伙假军人闯入了兰陵县公安局 但手写的证件和车上的过路费收据 无一例外地标注着他们的真实身份 是个骗子 于是 民警陪他们演了一场大戏 在北京方面查明他们身份后 对他们进行了抓捕 那这群人假扮军官 究竟想干嘛呢 当时公安机关在他们身上搜出了密令 好家伙 还是红头文件 这密令造的倒是可以一假乱真 上面赫然写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常委声明 令山东省苍山市兰陵县公安局局长蔡春良 无条件释放在压囚犯徐勇起 这五人正是为了解救他们诈骗团伙 骨干成员徐勇起 这才想出了这个昏招 而这个诈骗团伙 一共有15个人 背后的首长则是团伙的老大周长盛 此时 他正躲在广西吴州 最终也被警方捕获 被捕的时候 甚至吓得尿了裤子 这五人中 最嚣张的是刘点艾 他扮演的正是戏份最多的两杠三星商校 而大笑则是他拉来的群演 所以一直说话很少 在关键时刻才会上场 而拉他来当群演的原因 只是因为他普通话很好 至于另外两名警卫员就更惨了 他们是被刘点艾骗进了诈骗团伙 还以为他真是中央首长 一心一意地伺候他 还被骗了61万 这早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行骗 早些年间 周长盛 刘点艾 和已经在监狱中的徐勇起 还成立了慈善组织 前后诈骗了3000多万 此外 这伙人的老巢中还搜到了许多大宝贝 例如仿制的把关条约 原件简直是令人啼笑皆非 最终 周长盛因为假冒军人罪 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有点爱被判有期徒刑六年 剩下的人也都判处了不同的刑期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这几个蠢贼竟然认为自己 能骗得过公安机关 也是令人哭笑不得 最终也是自食恶果 最终也是自食恶果 最终就是自食恶果